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觉得既然是DIY嘛 那就加一个哆啦A梦的铃铛和一个口袋 再来个飘逸的画形 然后把你绘好的图案给切割出来 财浅曾经告诉我手工的精髓一字约之磨 没有错 我就这样鬼畜的磨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发现我手要断了 磨刀磨完之后还要用砂纸磨 砂纸分为一二三号章 业界术语叫做粗磨和细磨 店员告诉我你要用每一张纸把各种面和小缝隙都磨一遍 直到它们都光滑为止 还有就是磨东西的时候最好戴上口罩 因为你会磨得到处都是木屑 只需深吸口气 哇塞辣酸爽 就这样 我又磨了一个多小时 我最早画的图案也被我磨没了 磨好之后呢 把这个图案重新画回去 登登 怎么画的这么像啄木鸟啊 然后由专业人士用电焊笔帮你雕刻 接下来工作人员给了我一瓶神奇的木蜡油 讲道理 虽然我BGM配的很宏大 但是我感觉这就像一个小学生做传的东西 怎么办 感觉送这个东西太他妈羞耻了 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我路过了一家画室 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可以 绘画的第一步是上底色 为了涂出渐变的效果 我涂了半个小时 然后使用吹风机将其吹干 找到一张视角机的女装图将其凝膜 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一定不能着急 在画室的好处是会有专业老师给你一些指导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轮廓 接下来是给人物的皮肤上色 要是人物的皮肤好看需要等颜料干掉之后再刷 这是一个非常重复的过程 因为考虑到应该没有工具人会有耐心拍油画 拍个几个小时 所以我的左手可以作为另外一个机位 虽然这个姿势有点难受 但是为了送视角机一个有排面的礼物 一切都是值得的 然后是给头发上色 画到这儿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不把相机挪近一点呢 接下来是更加细节一些的颜色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几乎忘却了时间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画家 之后想成为职业骑手 想做职业Apple主 虽然现在梦想只完成了一个 但果然拿起画笔还是能够想起 而是第一次画画的那种喜悦 你们有没有觉得画到这儿 特别像纤舞前专的霞 画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已经有点腰酸背痛了 给大家科普一下画画基本上是一个大体力活 性子比较急躁的同学 可以推荐画画画呀 下下起呀 都是比较磨耐心的 再接下来呢 就是给人物上一些高光 基本上大部分和美学相关的东西 都和光有关 再填充一些细节的颜色 整个人就会立体很多 下一道工序就是让人物的轮廓变得更加清晰 起源里有点类似化妆 每次等颜料干掉之后就再上一次色 这样的话色泽就会比较好看 接下来是头发的高光 我已经不知道画了多少个小时了 我现在眼睛特别慌 接下来就是最后的修复工作 我已经不知道 这一天推荐了 我还没有做认识的 我已经不知道 这一天儿 那 irgendwie是 那天 turns 我已经听到 我已经不知道 建立了 那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